很少從這個視角走進這個國父紀念館 這是從市議會走過來的這個視角 左邊是仁愛路的最東邊 然後右邊的後方有一個國父紀念館 感覺左邊好像是國父紀念館的大門 可是以前都不知道這裡是大門 右邊好像叫中山公園 這個地方綠油油的 你看這個樹已經種到這麼密 然後變成一個森林一樣 樹下世界 樹上 這是茶花耶 老茶花 可能因為國父紀念館站的出入口不在這一側 所以都不太會想到說這邊才是真正的以前的大門 從這個角度看你就可以知道它真的是大門 格局這麼方正 然後這裡有個廣場 後面就是國父紀念館 這左邊有一個很大的湖 叫做翠湖 我最近才知道我有拍影片 大家可以點閱看看 今天是2024年11月6號 國父紀念館周圍都是有欄杆圍住 應該是在整胸當中 所以如果是國際旅客要特地來國父紀念館 想進館的話真的要上網查一下 國父紀念館的這樣子看過去的右側這邊是比較空間比較小 直接看得到那個其他的私人住宅了 那如果是左邊的話 這一側就靠近光復龍路這一側的話 這一邊南方這邊是有一個很大的翠湖 那這裡還有一些公園 那這一側的話是有一個光復國小 這樣看不清楚這個前綠色的圍牆就是光復國小 那這個縫隙當中啊 這個走廊這裡走過去啊 已經看到一個淺淺灰色的大巨蛋的屋頂了 這個很大的水池就是硬池 在那個國父紀念館的正前方 然後我們現在這邊到剛剛是講的大巨蛋在這裡 很大一個亮體喔 叫台北洞 這邊有國父的雕像 一前一後後面就是那個光復國小 大巨蛋就在眼前囉 你看國父紀念館的外圍都有施工的圍籬遮住 他已經年久失修了 你看上面這個屋簷都還長草了耶 有沒有看到 想錄類參觀人要注意這個看板喔 你看他整修很久喔 要一直到115年的11月30日 就是2026年年底喔 那整修是蠻浩大的工程 你看他的費用這麼高 九億七千三百萬喔 九億七千三百萬喔